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谈一谈这个中华传统文化的事情 这个引起这个话题的理由呢 是这个中共的六中全会的这个决议中间 破天荒的提到了 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 这个是在中共的这个建党以来到现在为止 基本上没有提过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中共建党的这个初衷 它就是要打倒中国的封建主义 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 我们破四旧离四新的时候 那就所有的传统的中国文化都成为是四旧 旧思想旧风俗旧习惯旧什么东西 反正是四旧 那就是都要打倒 要立新风 正因为这个中国失去了中国五千年的啊 这个我是做这个解放以后啊 台湾人叫沦陷 1949年之后的新中国 它失去了 它抛弃了过去的那个五千年的传统的中国文化 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间 连批 连批孔 连孔夫子都抓起来 这个给批了一通啊 就是孔 批这个 孔夫子这个中庸之道啊 所以基本上变成是中国的传统文化都是坏的 而中国的这个新中国的文化呢就是树立一个大共无私啊 这个雷锋是人物 叫毫不立即专门立人 OK 只为别人做好事 毫不为自己着想 宁可做革命的傻子 做人民的傻子啊 立了这样一个光辉形象 但是雷锋这样一个光辉形象 它其实是反人性的反人类的 它与人类的这个人性的这个本质啊 是背道而驰的 所以它作为一个榜样 利益力是可以的 但是现实中基本上是不可能 你看动物界这个自己抢东西吃对吧 这个是一种本性 这个人呢 自己要谋生自己的本性 那么在这个资本主义社会里面 这个民主社会里面 他们就是 作成了一种 就是你说君子之间也好 你说强盗之间也好的一种平衡 就是为了共存 那我们就 来一个规定啊 来一个规则 大家都作成这个规则 作成这个规则最重要的目的是 有利于自己 那么我出的弱势的时候 我不会受欺负 那么就是说 我在强势的时候 我也保证我不欺负你 它是一种社会的 这个人类的智慧到一定程度的 对那种人类本身的弱点的制约 而不是说靠一种这个 意识形态 靠一种宣传 靠一种洗脑的方法 就毫不利己啊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 就是这个 我在工厂的时候啊 我新买了一双这个 回力牌的那个球鞋 回力是在中国是最好的球鞋了 那个时候 回力牌球鞋 那当时要10块钱人民币一双啊 10块钱人民币是多少 是我的一个月的工资的三分之一啊 我一个月的工资在三四四块五嘛 结果 我去向公司去汇报 你在公司领导怎么跟我说 那好啊 都是PCO嘛 要都是PCO 就是你这个被人投掉了 别人也可以用嘛 没人会丢掉嘛 说一家斗士PCO 其实就是这个人啊 这个混账到了这个程度 再加上中国本身就没有建造起自己的啊 脱离这个中国五千年的那种传统文化的 自己的这个思想道德 这个标准以及体系 没有建立这个体系啊 这个一改革开放 一改革开放以后 这个像资走 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时候 那人就变成了极端的自私 这个在江泽民的那个 那个那个时代吧 那个时代 以及到后来胡锦涛的这些时代 都中国人已经完完全全上市了这个良心 哦 这个整个社会啊 就是说老人家倒了都不要去服务 OK 有人要救的话不要去服务 一个小孩子在这个地上可以被汽车 连续了 连那么好几次 可以有十几个人 看待一个小孩倒到一家被汽车碾压 而没有人去报警 没有人去帮助 就变成这样一个社会了 非常非常冷漠了 就心里在流血的社会 所以是在这个时候呢 这个九哥作为一个海外的华人啊 作为一个出生在中国大陆的一个华人啊 就是把这个希望全部投下了台湾啊 因为我就想这个 因为台湾它保留了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 是吧 所以过去的话 我一直是就是这个 有一种希望 希望这个统一啊 你大陆统一台湾 其实台湾也是要去统一大陆 对不对 因为文化最终是最最最最厉害的 你就想中国在中国的历史上 无论中国受到哪些国家的侵略或者是占领 最终是中国的文化战胜了 啊 你说这个成绩是韩啊 这个很少中国大洞 对吧 已经扫到欧洲去了 结果慢慢慢慢呢 是满人啊 是这些蒙古人 不是满人啊 满人是后面的 就是这个蒙古人 我们叫我们的匈奴 他们汉化了 结果是蒙古人给汉化了 到后来这个蒙古人跟这个 汉族人通婚 那很多人就说 哎 其实我们很多人都有这个蒙古人的血液 这有可能啊 从血液上来说可能 但是文化上没有啊 文化上就是这个汉文化 所以说这个 这个母亲的这个力量也是蛮强大的 你就像我在日本的这些孩子啊 我在日本的所有的孩子 没有一个会讲中文 没有一个会讲英文 OK 大家都是一口纯粹的 就是弟弟到的日本孩子 这就是他们妈妈的教育的嘛 对吧 他们而且对父亲完全是不认可的 对吧 就是你是一个外国人 该亲 对吧 所以说事实上就是说 我的小孩留的是我的血液 对吧 他一半中国人的血液 但是他在他的意识中间 就是完完全就没有中国人了 他们就是变成了纯粹的日本人 OK 当然这也是我教育的失败吧 可以说是 那么 我当时当然 这个要多讲一句了 我也是觉得 中国大陆在当时的时候 我也觉得没有什么好值得 让这些小孩去学习的 因为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些文化 已经实在是 已经非常非常的这个这个这个低劣 社会风气啊不好 所以我真的是把这个希望 看在这个台湾上 觉得台湾呢 由于这个蒋公的功劳 保留了这个中国的那些传统的文化 当时也是抱着这个去的 我把这个前面的话题没有讲完的 就是说那个蒙古的话 事实上就汉化 汉化以后就 他们也变成现在是中国人了 你现在跟这已经被汉化了的 这些蒙古人去说 你们不是中国人的话 那他们会很生气了 那他们会觉得你是在歧视他们 同样的也发生在清朝 对吧 清朝满洲 这个满人 那个 这些满洲人 他们其实不是汉人嘛 他们其实当时也是外国人嘛 对吧 他是一个外来政权嘛 但是结果 他们在北京待着 汉人中间待着 最后慢慢他们也讲金枪 现在我们讲的这个所谓的普通话 北京话 其实是满人的 满人学汉语没学好的那种语言 其实中国要说真正的中国的这个国语的话 我觉得还是应该像南方的 所以现在说台湾的国语 我觉得它比较正宗 更加正宗是这个中国的真正的国语 因为它保留了一个南方的腔调 OK 甚至是解放的时候 我记得还为的是广东话跟北京话 哪个是广东话语言 还争论过嘛 对吧 因为广东 这个南下这一边的话 它是真正的汉人社会 但是主要是南方这一边 它没有一个统一的语言 它只有一个广东话 这个 这个 香港 广东 他们这些话呢 就是都比较统一 在广东这个地方比较统一 但是其他的南方的语言都不同 所以最后就还是用了这个北京 它的首都嘛 用了它的金枪 其实这个金枪呢 它本身并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中国话 现在变成这个金枪变成是中国话了 就像我们这个穿唐装 唐装其实是这个 这个外国入侵者的衣服啊 就是那个那个清朝都是 这是满洲人的衣服啊 就变成自己的文化了 那么事实上也是这些满洲人呢 也是中国在文化上同化以后呢 他们现在也变成是中国人了 你现在跟东北人说 你们不是中国人 他一定要生气的 他一定要跟你这个这个 我咋就不是中国人了 对吧 他也给你 要给你 对吧 论你的对吧 所以说文化的认同 文化的力量是非常无穷的 所以当时我去了台湾的话 当时我的目的非常非常明确 就想到台湾去寻找真正的传统的中国的文化啊 优良的传统文化 当然我那次去台湾的时候 我还真的是非常无知 非常非常无知 就是一个一个音乐家啊 受到了一个上面的一点旨意 觉得自己应该为这个民族做点事情 这样就是跑到台湾去了 说到台湾去的话 我真的是广泛的接触了所有方面的人 任何人我都不拒绝 这次邀请我的 我都会都会见啊 上上下下 不管你是什么阶级什么地位啊 这个时候关于我去台湾寻找中国的传统文化的这个话题 其实很多人都已经知道 就像我希望到台湾就找到传统的中国文化 因为我就希望将来如果两个要统一的话 我就希望台湾所保存的优良的传统文化 能够影响到中国的大陆 对吧 那么中国大陆的话 能够继承从台湾 从蒋公那里继承的比较正宗的传统的中华文化 能够再次回到啊 祖国这个大地啊 这是我当时的一厢情愿嘛 当然到了台湾呢 就是有真的有不少的人跟我 民说暗说各种暗示 或者有的就直接说啊 就说这个台湾并不是一个啊 这个优良的传统文化 在这里不是中国文化啊 台湾是一个多民族多文化啊 有各种各种文化 有日本人的文化 有这个原住民的文化 有什么什么什么的文化 有这个美国人的文化啊 他这个是个有是一个大杂贵啊 讲的没有错的了 他这些人讲的其实是没有错了 但是对于一个主流的文化来说 这个台湾到这个 呃民进党执政之前 应该说民进党执政之前 在国民党的手里 他还是以中华的传统文化 为一个主流 为一个社会的主流价值 这一点还是应该是要要承认 那你不管现在包括民进党的人 你哪个党的人 你还是讲的是国语嘛 对不对 那你这个过去讲过宣传的东西 虽然你现在在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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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去中国化的话 但是你是不是还是要流露出来嘛 对吧 所以说这是我当时去台湾的真正的这个初衷 我的我的愿望啊 但是呢这个台湾的民进党当局 他们其实也也意识到 你真的从组织上 从这个呃民意上去独立 这也现在是不可能 但是他有一个办法 他从思想上先独立 从文化上先独立 那就是去中国化 他这首其实是蛮厉害的 他把这个历史作为一个切割 作为一个歪曲 然后呢就是说 这个让台湾年轻人慢慢的觉得 我不是中国人 我是台湾人 好像台湾从来就是一个 独立自主的一个国家一样啊 就是说我跟你中华文化是没有关系的 甚至有人说我父母是中国人 我不是我是台湾人 我在台湾出生的 就是这样的爷爷说的 就是说好吧 那么现在就是一直要讲这个 讲这个大陆说要统一啊 台湾说要独立 所以我就一直就说这个啊 统独都可以都可以 在你是和平的 对吧 你台湾这个包括民进党的啊 你们说想要独立 甚至从中华民国独立出来 建立一个台湾国 我都是表示理解跟同情 对吧 我觉得啊 这个是玩玩具体可以理解啊 这种心情啊 这种这个 诉求 我觉得是合理的 对吧 是可以理解的 这是你住不住的大陆问题 对不对啊 就像这个美国的原住民 他要重新建国 他也是 这个诉求也是 这个土地本来是我们的嘛 对吧 所以要归还给我们 就好像这个澳大利亚有一次啊 有一位这个Aborigine 有一个这个原原住民 把那个车啊停在那个西迪 西迪 那个那个西迪 啊 这个西迪的大马路上 这个警察来了 警察来了 就要他拔开了罚单 他就说 这是我的土地 我愿意停在哪 就停在哪 你说他没有道理吗 他还是有 他的一定的道理 对吧 但是呢 你是停在了这个 澳大利亚人建的一个城市的中间 对吧 你如果是在你的那个保留的土地上 你是随便可以停在哪里的 这就是事实上 就是说这个 理想跟现实的差距 对吧 从理论上说 你是任何人 任何国家 任何民族 都有独立于他民族的权利 都有自己建立自己的 啊 我弄弄 对啊 我们几个人搞了气 我们我们令令蒙夫 都要这个权利 只是这个现实 它允不允许 你这样就做的问题 我们是谈这个问题 对吧 所以当时我是真的希望啊 如果说实在是 到以后 不得不捅的话 我就希望这个 台湾的优秀的中华文化 会去捅到中国大陆 对不对 那就是这个 整个中华民族 有救了吗 整个中华民族 又有传统的中华文化 的灰灰 大家都回去 做回我们中国人 OK 做回我们游戏的中国人 我真的就是 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 一个也是一种 一种 单向式的一种 一种 怎么说呢 就是说 自我这个愿望吧 啊 就是 一厢情愿的 这样一个自我愿望 但是 没想到啊 这一次这个习近平 其实习近平过去上台之后 他已经 多次的提到了 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 他甚至有一些 还到庙里去过 他可能就是 那个时候就是 找不到这个 怎么样 中国能够去掉文革的那些 那些 不良的政治遗产 以及这个解放以后的 对中国人民 在文化方面的 这所谓共产主义啊 所谓这些 不成功的教育中间 但是要找到一条 能够让大家 那个幸福的道路 能够从理论上 从道德上 能站住住脚的东西呢 其实他还是考虑到了 这个传统的中文文化 所以中国也是 有一阵子在 被什么地质规啊 被什么 被这些东西嘛 小孩子也在学嘛 对吧 所以说中国事实上 他也一直在摸索这个道路 也是已经知道 这个所谓解放以后的 这个几十年的 这个道德 这个教育啊 他事实上是有缺陷的 他不完整 那么这一次 这个习近平 首先是这个 在10月9号的 纪念这个孙中山 纪念辛亥革命的 这个讲话上 我就心里就一动 觉得好像 中国在高调的 纪念这个辛亥革命 在讲大谈这个三民主义 我觉得这是一个 很好的兆头 对吧 那么 这个六成全会 接着就把 传统的中国文化 正式拿到了 这个文件里面 要这个中华民族的 伟大复兴 中间就包括 传统的中国文化 这个了不得 对不对 这个了不得 这就事实上是 给传统的中国文化 证明了 那正式就是 给这个孔夫子 他们翻案了 就是 就是文化改革命 搞到了一套 就不对 我们还是坚持 传统的中国文化 游戏的传统文化 我们还是坚持下去 要继续学习 这他就掌握了 这个将来 他如果能够 事实上是 从 只是媒体名而已 他事实上是 已经是肯定了 蒋公的 在台湾的一些作为 他把这个传统的中国文化 继承下来的 它继承 那么我们现在 虽然晚了几十年 我们也要继承 也要按照蒋公这个路 要从中国大陆走下去 如果这样的话 那就中国就很有希望了 它以后会变成是 中国大陆会变成一个 解释传统的 中国文 中华文化的一个 一个权威之地了 对吧 那就是说 这么走下去的话 那就中国是越来越 接近三民主义 越来越职业性 这个中华民国建国的初衷 也就 也就中国共产党建党的初衷 那就是 他就越来越 三民主义 越来越 比如说习近平搞民生 大家要共同富裕 对吧 但是越来越接近 那个道路而走 相反的 我觉得台湾 至少从表面上 或者至少是从1450 民进党派过来这些人 他们确确实实 离这个三民主义的道路 越走越远 离这个中国传统文化 优秀文化越来越远 我这里 我只举两个 非常非常简单的例子 当然这两个例子 并不代表台湾人民 对吧 我再讲一次 这个网络方面的东西 跟台湾的社会 查得好远好远 你不要看我在网络上 跟这些 这些人怼 怼得很厉害 其实他们都是躲在键盘后面的专业户 真正你到台湾去看 台湾的人民 真正台湾的社会 不是这样的 他们这是一些 非常非常典型的例子而已 而且他们也只敢躲在键盘后面 没有一个人是敢出来 正面九哥的 OK 没有一个 我说你 那么厉害 那么凶 你就干脆就说你是谁 我们到台湾的法院见不就完了吗 没有一个都没有 不会有人的 他是键盘下躲到后面张牙舞槽 但是前面的话 他可能还要请我吃饭 就是这样子的 那么第一个我就讲讲 这个有一个网友 最近的winwin就不来了 他可能是改名了 或者是也下班了 就另外换了一个人 这个人一上的就是说 你的视频 我们都交给台湾的国安局了 都给你已经立案了 OK 就是你还敢不敢来台湾 九哥的视频都交给台湾的国安局 已经为我立案了 OK 那我就说 你是在抹黑台湾的民主社会 你在抹黑台湾的言论自由 对不对 你把台湾说成了一个恐怖社会了 对不对 九哥做了160多个视频 歌颂台湾 我想台湾当局都知道 他们也很感激 那么现在我发表一些 我对社会的看法 我对台湾社会的看法 我对中共的看法 我对美国的看法 这也是我的言论自由 是吧 你把我的这些撩到国安局 我影响你国安什么了 你这不是以言问罪吗 那你这个比中共还要厉害呀 对不对 然后呢 他回帖怎么说的 他说 这个不包括敌国 就是说言论自由不包括敌国 而且呢 言论自由不能在我们台湾的 这个土地上 你要是在我们台湾的这个土地上 如果说是你说的这个 就所谓红媒 你又说不是大外宣啊什么东西 那就是不属于言论自由的范畴 我就问他了 我说九哥的这个国家挪威 是不是台湾的这个敌国 你明明知道九哥是挪威人嘛 挪威是不是台湾的敌国 我就问这一个 第二 你说不能在台湾 YouTube是哪个国家的 YouTube是不是台湾的媒体 是不是台湾的社交媒体 对吧 如果YouTube是一个国际性的 是一个美国公司的 当然了 华语是被他们掌控的嘛 对吧 是被你台湾人在那里控制嘛 对吧 但是你又不敢承认 但你在这里就落马甲了嘛 对吧 事实上你们在控制嘛 那么YouTube从这个理论上 它是美国的社交媒体 那九哥作为一个挪威人 不是你台湾的敌国啊 挪威人在这个 一个国际的社交媒体上发表我对世界的看法 不光是台湾 中国大陆 美国 全世界的事情我都说 对吧 就被台湾的国安局 送去还要给我立案了 你这不是恐吓是什么 对吧 所以说他这些 这些1450啊 他水平低就低得这么个水 就是这样一个程度啊 低到一个就是令人发指的程度 就是说你简直就是说 他没话讲了 我说我不想跟你多说 你就说出你的真实姓名 你有种 你就不要把这个贴子删掉 我到台湾来 我陪你去法庭说 我说你这个恐吓 你犯了恐吓罪 你污蔑台湾社会会 这个这个罪 对吧 你对台湾的民族自由 对台湾的言论自由啊 你歪曲 而且呢 对一个国际友人进行了恐吓 恐吓罪 这些比赛 对不对 你送到国安局去了 而且还立了案 你九哥还敢不敢来台湾 我就要去 对吧 以前九哥被编语的说恨国党 九哥在中国大陆走了那么多 从来没有人来 招惠我的麻烦了 从来没有啊 我到中国大陆拍视频 扑扑扑拍拍拍拍 在机场都拍拍拍拍 从来又有一个什么保安 什么过来拍拍间 说你在干什么 你又没有记得证啊 从来没有啊 为什么我在这个海外做几个视频 我就不能到台湾去了呢 那我到时要看看你台湾国安 要对我怎么样 按照你说的话 你这不是污蔑台湾吗 你不是污蔑台湾的国安吗 是不是啊 所以说这是一种犯罪 这是一种公开在网上的犯罪 但是它是躲在后面的 对吧 它躲在键盘的后面 它不敢负这个责任 这是我觉得第一个例子 我还要举一个例子 就是这两天又有一个人啊 你讲这个妓女啊 你们中国就是妓女啊 什么什么什么 这在国外什么什么样啊 就说这个是首先是 这个中国大陆的一个人 就是我们在 这个澳大利亚开餐馆啊 结果台湾的一对这个母子啊 在这里打工啊 就喊声他们 我觉得这不好嘛 对吧 你当老板人家打工 都是为人民服务嘛 对了 从人格上都是 应该是平等的嘛 我们分工不同嘛 你当老板没有打工的 你赚不到钱嘛 对不对 你应该感谢你的员工 那对嘛 没想到 有一个台湾人 去怼那个人 就是那你看看 你们这些大陆人 到我们台湾做妓女 做巨男的 又怎么怎么样啊 我真是没有想到啊 在一个优秀的 传统文化下的 民族社会的台湾 所这个长大的这些人 跟中国大陆 在专制下长大的这些人 他的实际上水平 道德水平 这个良心啊 这个这个这个境界 是一样的 一个水平 当时我就我就我就 我就讲了一下 我说 那做妓女也是为人民服务嘛 对吧 那那他他也是 用他的劳动 在为人民服务嘛 对不对 他至少不需要卖军火 拿匪扣对不对 那他就跟我争起来了 吵起来了 最后我就不想跟他多讲了 我说做妓女的这些人 对吧 不管他做妓男做妓女 他到了这一步的 他们都是社会的底层 他们都是弱者 他们都不是那些很聪明的人 你说在日本的 这些台湾妈妈店 你少了去了吗 什么台湾按摩店 台湾妈妈店 台湾什么什么店 多的是 对不对 但是这个一个女人也好 一个男人也好 一个人呢 做到最后只好 做卖自己的身体 肉体的时候 他一定不是强者 他一定不是那种 有能力去卖军火 拿回扣的人 他们是社会的底层 那么我们怎么去看待这些人 他反映的是我们的良心 我们的爱心 对不对 所以我们对于社会底层的人 不管那是你是要饭的也好 你是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捡破烂的也好 你还是卖身的也好 你是干嘛的也好 擦鼻息的也好 这属于社会底层的人 对吧 那么就是说 我们生活在中层的 或者高层这些人 是如何去对待他们 比如说挪威 挪威是个社会主义社会 挪威这个社会 不怕你没钱 就怕你有钱 你有钱那就是要交税 那就是要交死你 对吧 你没钱的话 你就问政府要啊 比如说这个 有些人在这里 我刷个牙 我都问政府要请 说这个牙坏了 对不起 政府你给你请 我刷个牙 对不对 那就说家里需要个什么东西 你就问政府要啊 昨天我的朋友 带了我开车 转转转转的一个地方 就是它这个communal 有一个地方 专门就大家捐东西 你不要的东西捐过去 那就是一个地方 就是免费租戒 不是要租的 租要租 租就是戒 你不是说滑雪了 我没有雪桥 我没有雪鞋 没有这些东西 那你就去戒 你说我这个家里有草坪 我没有那个割草气 你去戒 那些东西都可以给你戒的 做免费戒 它就是一个社会 互相帮助的这样一个社会 你穷的话 你可以问政府要的 比如有一个中国人在这里 他穷了 他就说我没地方住了 那政府就要给他 每个月给他多少钱 去租一个房子住啊 他就是一个这样的社会 他对这个 对待第一层的这些人 我不是嫌弃的 对吧 当然我没有必要把你捧到天上 我也没有必要就是说 养一把懒汉 当然这个也不好 对吧 但是呢 你没有能力 社会 这个人格能力是有限的 像一个家庭一样 我们叫一下这个五兄弟 师兄弟 对吧 那老三老四 他就是有本事 他就是赚的钱到 那么老五老六 他就是没本事 那没办法 你做个哥哥 那你就要帮弟弟 或者你做弟弟 你就要帮这个哥哥 他没有能力嘛 那你不能嫌弃他嘛 其实就是这么一个道理 社会也是一样的 就是我们要 对这个社会的底层人物 你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比如说我的话 我不是一个非常非常善良的人 但是我的原则是 任何要犯的 他只要指到了我 他跟我讲话了 有eye contact 有我的眼睛 这个对视了 我是一定要给的 这是我的原则 因为我就把它看成是一种缘分嘛 我记得有一次在这个 在这个拉斯维加斯 在那个中国城 中国城来了一个亚洲面孔的一个人 跑来问我要钱 我口袋真的就没钱了 我没有在现钱 他说no problem 他就走掉了 结果我走到那商店门口的话 我看到奔驰老师在那里 掏那个钱 好像是做个什么事情 我看到了 我说你不是有一块钱吗 他说有啊 我就把钱拿着 赶快去追 追出去 追到好远 我都追到那个人 有一块钱 我给你一块钱 当然我不会给他很多 不会给他十块 不会给他一百块 但我有一块钱 我还是给他 他蛮感动的 他说你那么远 他追过来给我 我说是 我当时没有 我是没有 我没有骗你 但是我老婆也 我给你 为什么 我就觉得这是一种缘分 他既然问到了我 那就上帝把他派到给了我 那我就一定要给他 我在外面是 有些 我明明知道他是骗子 我明明他 他知道他骗人的 你比如说 我在中国去的时候 那些抱小孩子 我明明他捉的小孩 但是你一旦问到我了 他如果是有钱的话 他也放不下去 租个小孩子 跑到这里 要钱要钱 他也确实是 这是没有钱的人嘛 对吧 你就给个十块钱给他 你不会影响到 你家里的生活嘛 对吧 当然没想到 祖海道给了一个人十块钱 一窝松下来了 说我不公平 说我不公平 你给他 为什么不给我们 他有理由的呢 你给他 你为什么不给我们 对吧 你这个人不公平 他还有这个 公平意识 OK 确实也进步了 下次准备好 你们有多少 我要准备多少个十块钱 我才能保持公平嘛 对吧 但是没想到 这个 这位台湾人 那对这位妓女 那是鄙视 你对她鄙视 你鄙视 你看不起 你怎么样 同时你还要用她们 这是最恶劣的 就是这些男人啊 完了 妓女还去 骂病人家下界 你自己去 刚刚去 你的某一个部位 你进入到人家里面 而且磨擦了 那么多次以后 你出来还说 人家是脏货 你不相信你那个东西 是不是也弄脏了 就这些人是最最 没有人性的 真的是人类的垃圾堆 对吧 这个Pretty Woman 这么一个电影啊 是美国电影 叫Pretty Woman 一个美丽的女人啊 漂亮的女人 她讲的事实上 就是一种 价值上的冲击 这个有钱的人 爱上了一个妓女 那么就社会 怎么看这个问题的 她事实上是 从价值上的一种冲击 讲了这么个故事 我们怎么样对待 低端人口 我们怎么对待 这些可怜的人 这些不成功的人 这些反映的 其实是我们 有没有爱情的问题 是吧 反映的不是他们 反映的是我们自己的人品 我们自己的品德 OK 那么今天 啰啰嗦嗦 就讲到这里啊 我的最终的结论就是 我觉得 在习近平的领导之下 中国大陆 确确实实是在 朝着三民族裔的道路 在越走越近 OK 带着中华民族的伟大五星啊 这个梦想 在一步一步的实现 我们要看到 这个好的这个方面 OK 同时 从网络现象来说 所以我这是说 这个 1450非常不成功 你花的钱 逃不到好啊 就是你水平太低了 你选了一些最烂的人 我都相信 我都不相信民进党 有这么坏 就是选了一帮最坏的人 去代表民进党 在网上去兴风灼浪 使得我们感觉到 台湾这个社会反而是为 离这个三民族裔越来越远 离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越来越远 到了一定程度 等到中国大陆 有那个掌握的这个解释传统的 优秀的传统中国 稍微再说一遍 有那个权威去解释 什么是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的时候 那你台湾的最后一点价值 也都就会被丧失了 OK 好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拜拜 随便说一下啊 从明天开始 我要去西班牙了 OK 西班牙见